欢迎大家来到《师傅教学家》 今天就会讲一下 可能你不敢问 但经常听的东西 其实什么是贸易战 什么是货币战呢 其实这东西流传在社会 这个世界是很久很久的 但是为什么演化到今天 变成一个焦点 一个触目点 大家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玩法 其实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会有贸易战 什么时候会用货币战 还有当这些战争出现的时候 这些所谓战争出来 我们怎么去自保 有什么行业 有什么投资工具要备 或者可以去买 做对冲或者获利的 一一就在这个教学讲清楚 这个教学很少会这么认真 讲一些题目 希望大家都给个like和share 如果再多点在这方面落手的话 我可以一闸软知识 一闸硬知识地这样做 都可以这样做 希望大家给个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来到Youtube频道 按订阅和订阅 和去到Facebook Page 按赞好和See First 那些视频就第一时间送到你手机里面 最好就是下载我们的 我要做欢呼的APP 里面也会加一些新的功能 最重要是所有的视频都会在APP上 比较方便一点 希望大家都支持的 记住也有不同的线下的免费分享会 或者是茶聚和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连续 或者不断去我们的website里面 www.money-tab.com 里面看看最近你可以报导的 线下分享会 希望终于在线下见到大家 还有大家可以在线下努力 一起互相学习的 今天就会讲其中一个 我们课程都会讲的题目 希望大家可以有兴趣再研究 以及在留言里留言 为什么会有trade war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每个国家第一件事 要处理就是最简单的成绩表 公司公布业绩就是看业绩报告 国家公布业绩一定是看 你在猜猜什么 就是GDP了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其实黄论它里面的公息 是多么有偏见 还有仍然有荒谬的情况出现 怎样都好 这份都是成绩表 你都要看的 因为没有更加客观和准确的东西 去量度到一个国家 能够盈利和成绩是如何 我先讲一下 GDP的方式 最主要你听听有什么问题 GDP的公息就是 C加I加G加X-M 你听一听给你几秒时间 我都会讲 你看看有哪个偏见 第一 C就是Consumption 即是一些消费 即是国家消费 美国最喜欢的 第二 I就是Investment 就是一些国家会花的钱 即是会投资的钱 第二 G就是Government Spending 就是国家会花的钱 例如起桥 建一些城市的城镇 规划这些 然后 X-M就是出口减入口 即是你要出口的钱 重要一点 因为你想出口 换钱回来 好过入口 就是你买东西回来 就是花钱 那现在就是为什么有偏见呢 我先不讲国家 我讲近一点 我讲你 没错是你了 譬如你做个按揭 银行要测试你的财力 你交一些Statement给他 你交四种Statement 第一种 第一份Statement你交就是 你看看 我去年花了几十万买衣着 是不是很厉害 我财力很厉害 那我财力就够了 第二 你看我投资多少汇控 多少是烂公司里面 失败而已 但我投资了 是不是 我很有实力 第三 你看 国家花钱去这桥 你看 我花多少钱豪装我单位 我用了八十万豪装 我还有没有财力 这三样已经有偏见了 唯一没有偏见 最低偏见就是 最后一样 X-M就是 你看 我收入有十万 我支出五万 每个月存五万 你想想 只有一样东西 我们说 是真正有钱赚 其他三样东西是花钱的 请问一个国家 你自己 你知道GDP的成绩表 如果你是特朗普 你是习近平 你是国家的元首 你知不知道 对国家真正好是哪个部分 一定是X-M 就是Export-Import 就是出口加密口 你真正才能赚到他钱 如果这件事真是真 你知道真正的赚钱的原因是源自于外面的人 肯不肯买你的东西 你中间需要钱吗 肯不肯起桥 全部主动 哪有一个公式是这样不公平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人买你的东西 这个就令到Tray War 诞生了 那说到贸易战 我们首先都要开始要知道 怎样可以令到其他国家 可以去买自己的东西 除了你产品要漂亮 价格要便宜 其实很多东西要做法 包括造成一些联盟 可能我们之前听过的TPP 北美自由贸易 亦都有亚投行 大陆这些 其实都是做这些贸易的计划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说你又有手机卖 我又有手机卖 这么简单 可能现在说 可能我有大米卖 你有车卖 就算你想买车给我 譬如日本 他要买Toyota 自己有米卖 都要跟美国中部买米 这些就是所谓的公平的自由贸易 现在来到这游戏 那就看谁 谁大声一点 那谁就做事 就像刚才的案子一样 美国大声一点 还是日本大声一点 中间的威胁程度 谁大一点 所以现在看谁的压力 是厉害一点 这个就是所谓 自由贸易的协议 而从而这个贸易战就诞生了 所以我们知道 为什么贸易战诞生 最重要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要挖振 而挖振 就是可能是公平 或者不公平地 以另外一个国家 令到他去买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个就叫做赢家了 没错 那么中间除了一些公开的谈判之外 那么秘密地某个国家 会不会做些东西呢 又或者这么说 一个国家怎么会不自己做一些东西 全部都公开谈判 那你怎么可以秘密地做一些东西 令到别人被动上 是否肯定买你多一些东西呢 没错了 就是货币 而产生了货币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的国家 能够令到你那个货币是贬值的话 而变相其实你的产品没有减价的 而国外的人 看上去你的东西是便宜了的 那你就卖多了了 当你觉得时机成熟底下 市值得高了的时候 突然间就迫起货币 令到它走强 其实呢 市值没有变过 但是中间你就多了生意 那么现在呢 哪个国家是操控过货币 或者被人指控操控货币呢 答案就是跟你说 每个国家都操控自己货币的 不过 哪个操控得明显一点 哪个操控得没那么明显 所以是哪个大力一点 哪个有组织一点 而货币节就诞生了 就是一个国家自己的工具 和自己的秘密武器了 那么一个国家 可以用什么的策略 令到自己货币贬值呢 尤其是这么说 我们见到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看什么国家元首说的讯号 我们知道机会到 其实很简单 如果他会说的时候 一定会表明给你知的 譬如习近平说一打一路 其实你知道他需要卖东西出去 那么货币就会走弱 但是你说 美国不是操控货币 第一你再想过 美国是不是操控货币 不过我今天不讲这个题 但是特朗普上台 已经说明 美国做了这么久的逆差国 就是在出口、入口都要虚钱 所以他一定会搞出口 就算石油都要卖出来 那么你就知道 美金要走弱了 而的确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一年 美金从一百零几 跌到差不多穿了九十元 是非常夸张的贬值 那么我不知道人为还是非人为 对不对 但是怎样都好 这个时期你一定要知道的 那么现在你再想清楚了 为什么国家要搞货币战 为什么要搞货币战 从刚刚特朗普牵连出来的贸易战 和刚刚之前的中国一带一路 再之前少少欧盟区去告中国 反傾销的行动 奥巴马也试过 为了一个中国入口的电器 雪柜加税 去到再之前 说英国、鸦片战争 一模一样都是说贸易战 根本是没有见过的 当我们看到贸易战和货币战 将会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还是有什么可以逃避呢 那第一 当然最简单就是旅行 好像我们刚刚经历过的 土耳其的货币大跌 英国脱欧英镑大跌 和俄罗斯当时被人追击 和谴责的时候大跌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 去买回当地 就算买回苹果的那部电脑 或者LV袋也比较大 那这是其一 那第二 也可以直接 我不会这么有空旅行 那你做外汇嘛 譬如不要说土耳其的货币 之前安倍一上场 说明三战 三战说什么 说明要走若日元 去追击 令到它成为一个最大的出口国 当然最后就是 被美国插的收场 但是当时其实很多人可以投资 包括你去买回若日元的对策 又或者 可能有些若日元会受惠的公司 比如亚信屋 当时一元炒到四元 大家都会留意的 那譬如 说人民币两次的大幅贬值 也有贴士 刚刚一开始习近平时上台的时候 其实他也说过 说中间国家太多产能了 15年人民币就走若 17年走强 但是贸易战打到七赛的时候 大家忍不住 那人民币18年也走若 两个亿都走若的情况 大家可以去沽康人仔 或者不要再买人仔 这个策略大家要留意了 第三就是做生意的朋友 可能是特别做出口 暴役的朋友 其实例子就是 2009至2014年时 人民币走强 人民币走强的时候 对于做厂的朋友 是非常之困难的 不单止在港元对戒的时候 其实人工升 厂升 材料还要升 而且国外人看中国的货品很贵 所以也减少销售 很多厂是死了的 不死得是精英 去到现在就舒缓了一点 第四 也是说起生意 当然股票有生意 有公司上市 其实我们要分两类 第一是实物交收 譬如香港上市的669 和护贷纺绍 一个就是做一些零件 卖给Home Depot 护贷纺绍就是做一些家闻 就是做一些纺绍 其实是给Nike Adidas Victoria Secret 比较大的公司 其实都是他们的公司的 主要的收入来源 如果人民币一旦走弱的时候 其实是帮助到他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买他们可能会有好处 其实大家都是停留在货币走强走弱 可能会影响实物交收 第二种分类 不要忘记 譬如Google 其实Google它是踏足全球的 所以如果你政策上去到欧盟区 所以这些公司 譬如苹果和Nike 其实他们的公司也不止在美国 其他不同国外的国家 也都有不同的生意 好像Amazon来说 其实本身国家是基于美国 它也是美国交税 那有没有涂税不说这件事 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上 美金转弱 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家货币转强的时候 其实是对它有利的 因为你的国家的钱 调回美国的时候 其实可以唱多一点 这些也是外汇的盈利来的 如果反过来说 美金突然间大幅升值 其实它无端端赚了钱 但是可能有个美金的外汇亏损 所以大家要留意 货币强弱或者货币 其实是有贴士 也有东西要备有东西买的 还有一些 譬如有些行业 大家都要留意要备的 如果人民币或者货币走弱的时候 就是当地一些 不是直接一定是做交易trade 可能Airlines 即是航空业 如果你人民币走的时候 其实你的出外 出国或者做生意 机会和贫乏度可能较少一点 你送货出来也会较少一点 因为你本身货币贬值 还有你如果货币贬值 其实首当其冲 就是当地各国家的房地产价格 因为那个价格 其实以人民币来说 以人民币算 人民币一走弱 其实房地产价格就下跌 所以就算销售有 你换回报表里也亏了钱 如果你的房地产的销售 亏了钱 或者整个经济下跌的时候 其实也可能影响到中国银行的销售 货币等等 所以这个年代关系 大家都搞清楚 总结最简单的就是几件事 第一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贸易战呢 第二 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将会打贸易战 和货币战 最重要是货币战 当货币战 你知要展开的时候 只有两个方向 一是强一是弱 强和弱的 能够支持哪些行业 或者哪些行业和投资工具 会有影响的话 大家就一清二楚 能够更加了解到 背后为什么会打贸易战 而老实来说 贸易战一定 以今日至到永远都会打 而货币战永远都会用 为什么会用 什么时候用呢 希望大家可以未与筹谋 他出招之前可以知道 那这次就这么多 投资不是大学专利 记得给like 和share 和留言 下次见大家 拜拜